好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Webery價站的定價方案 那這個定價方案我發現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你看喔 目前我這個是Chrome的瀏覽器 Chrome的瀏覽器 然後我在這個網站上 點這個定價這個選單 然後它這邊出現免費 入門版 Pro版 商業版 在針對網站的部分 有四個版本 然後呢 我用這個Firfax這個瀏覽器 它居然多了一個Connect版本 好奇怪 我用不同的瀏覽器去看 一樣這個定價這一頁 這個頁面 它居然出現五個版本 除了免費版 入門版 Pro版跟商業版之外 多了一個Connect版本 我不曉得為什麼不同瀏覽器看同一個頁面 居然是出現不同的畫面 我不曉得它為什麼會這樣設計 那之前有人問過就是 那個是不是購買Connect這個版本就可以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好奇怪喔 它這個問題我怎麼聽不懂 後來我後來才發現原來 原來這個我用Chrome瀏覽器看不到那個Connect的那個版本 好 那我大概知道那個版本主要是用來做什麼的 那我就切這個Firfax這個五個版本來說明好了 好 這個免費版大家都知道嘛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 那它的功能就是下面這個嘛 然後這Connect版本跟免費版本有什麼不一樣 Connect的版本就表示說它可以連結網域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這邊購買它的域名 購買它在web.ly裡面直接購買它的域名 也就是昨天我們也在講的 你在註冊的時候選擇網址的時候 你選擇的第一項第一個項目 那就是購買它的網址 就是等於說直接在它裡面購買 那你要付出的是每個月4塊錢的這個美金 但是呢它可以用你自己購買的網址 就不要用它的這個xxxx.web.com 這個域名的部分就可以用你自己的 但是一定要在它的地方購買 你如果到PC或是去中華電信購買網址的話 你就必須使用入門版 才能夠套用進去web.ly裡面來 但是如果你是在web.ly裡面購買網址的話 你就直接用這個每個月4塊錢就夠了 但是功能呢你會發現 功能跟免費版的一樣耶 哇 功能跟免費版一樣耶 就是你只有500MB的存儲量 然後你可以連接你的網域 因為你是在它的地盤購買的網域嘛 然後你有SSL安全性 其他都一樣 最糟糕的是什麼 顯示web.ly的廣告 你既然付錢 你還是要顯示web.ly的廣告耶 因為你只付了購買 在這邊購買網址的錢而已啦 然後他第一年呢 他常常有這個特惠方案啦 就是第一年的網址是送你的不用錢 那他就是希望你第二年付費嘛 那你雖然有你自己專屬的網址了 但是 但是居然還要顯示web.ly的廣告 那我幹嘛跟你買這個 我直接買入門版 我不要這個嘛 所以我不會建議你買這個connect版本 那這個connect版本 那如果你在按升級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跳出來 就是因為你可能使用 在這邊購買了他的網址 你可以去看昨天的影片 或就是第一段影片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我寧可自己去PCOM購買網址 然後再購買這個入門版的 然後把我PCOM購買的網址 直接套用進來 那一年大概2000多塊的台幣啦 因為年付的話會比較便宜 一年大概2000出頭的台幣 我覺得CP值蠻高的 那另外這個pro版 一年大概 因為我都一次買兩年了 所以一年平均大概3000多塊 其實也沒有很貴 你去住用虛擬主機 要PHP的人一年也是要3000多塊起跳 OK 所以 Starter版本 免除你 為什麼這個移不掉 重新整理一下 Starter這個入門版就是 沒有了Weblet的廣告 而且呢 沒有限制存儲的空間 所以這很重要啊 沒有廣告 我做官方網站 我當然不能夠放別人的廣告嘛 然後 沒有容量限制 那最好啊 我上傳影片 上傳照片 那麼多 都沒有空間的限制 那當然是我最希望的 連接你的域名 可以套用你自己的網路名稱 SS安全 這個是 以前沒有的 以前是要到這個 Business版本才可以有SSL 就是https 那個 目前有這種加密性的網站 在Google的搜尋引擎排名 會往前拉 會有優勢 所以呢 大家的網站 一定要有SSL 那如果你是自己去 住用虛擬主機去 買這個SSL的話 另外付費 不好意思要另外付費 多少錢 可能一年幾百塊 然後再貴一點的一年好幾千塊 最便宜的一年可能是幾百塊 最貴的一年好幾千塊 可能是九千一萬多 可能 像這個就比較貴 這一種的 就是有一個鎖頭 而且又顯示公司名稱的 這種就比較貴 一般可能只有一個鎖頭的 那個就比較便宜 好 好 那再來 Pro版本 Pro版本就是 又多出了更多功能 網站搜尋就是 右上角會有一個 放大鏡 可以去搜尋你的 網站的內容 好 讓反客可以直接搜尋 關鍵詞就可以找到你的 所有網站裡面的內容 譬如說你網站頁面很多嘛 然後搜尋一下 像我這一個網站 我這邊就有個搜尋欄位 好 這邊網站本身就有個搜尋欄位 那我這邊如果Key入 行銷兩個字好了 我要Enter 或者按放大鏡 它就會自動幫我找出這個 我的網站裡面 所有有行銷兩個字的網頁 你看 全部都幫我找出來 這個就是Pro版本才有的功能 這個Starter的入門版是沒有的 好 然後密碼保護 它可以保護你的頁面 譬如說你跳出某些頁面來 它要輸入密碼 才能夠看裡面的內容 這是密碼保護 這是Pro版的功能 好 視訊背景 就是你這一個網站 的首頁 的上面這個title這一張照片 它可以做成影片 它可以做成影片 好 這個就是視訊背景 高清視頻和音訊 就是可以上傳影片 還有NP3檔案 然後它會直接幫你播放 OK 你可以不用上傳到YouTube 然後又遷入網站 你可以直接在裡面 直接上傳影片 或者是直接上傳NP3 那訪客就可以直接聽你的NP3 或者是看你的影片 好 那最多10個成員 這個指的是什麼 Member 它翻譯成成員 應該是會員 它最多可以有10個會員 那Business版本的呢 就是無限多個會員 所以我目前的網路行為懶人包這個 你看這邊有個登入註冊 這個登入的會員就可以無限多 所以我只要有學員加入 那他們就可以注射一個帳號 那我到後台去開通 他們就可以去看我的線上課程 好 就可以看我的線上課程 而且它可以去設定 我的線上課程的某一課 只能給某一個人 某一個等級的會員看 這個就是Wibley的Business版本 我最喜歡的功能 就是無限制的會員 會員可以去註冊 Pro版沒辦法讓會員自己註冊 Pro版只有登入沒有註冊按鈕 註冊是必須由管理員幫會員註冊的 那Business版本是可以讓會員自己去註冊 OK 所以呢 Business版本等於是你的一個生財器具 如果你是一個講師 那你可以去使用Business版本 然後你可以去上傳你錄製好的影片 然後把它鎖起來 一定要會員會員登錄之後 才能夠看影片 那有付費的 你才把它當成付費會員去看影片 這是可以在後台去做設計的 好 電子商務的部分 我就不介紹了 因為之前有講過了 在Webly上面不建議你使用它的電子商務功能 因為它只有PayPal是台灣比較可以使用的 其他的第三方金流 台灣的第三方金流 譬如說 歐富堡 支付通等等 綠界等等 都沒有辦法在Webly上面去做使用 當然你要把它點擊之後外聯當然是OK 但是不能夠直接遷入它的購物車裡面 也就是說購物車加總結帳之後 不能夠直接跳出支付通 或是歐富堡或是綠界的結帳功能 不行 所以我不建議你的購物車系統 用在Webly上面 好 其他行銷功能 免費版 搜尋引擎優化 然後這個搜尋引擎優化 這個本來就有了 STARTUP 本來Webly它的SEO效果就已經很不錯了 它的每一頁還可以去設定SEO的關鍵字還有Description 就是那個描述 還有title 這個都是可以獨立設定的 每一頁都可以獨立設定 好 那底下這個就不講了 OK 好這個資源的意思是說 社區論壇就是 如果你懂英文的話 因為這是外國人美國人的網站 你可以去社區他們的論壇去提問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用線上聊天工具 或者是email 他們會回覆你 或者是電話 如果你會講英文的話 只要是Pro版 你就可以直接 卡電話跟LOGO去就對了 他們就會直接跟你conversation 你英文要夠好了 好這個就是Webly它的定價策略 線上商店我就不談了 線上商店就是剛剛講的不建議 台灣人不建議 美國人就OK 好這個就是Webly的定價 那我自己是使用商業版 那有些同學是使用Pro版 還有很多同學是使用入門版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夠了 夠用了 那Connect這個版本我就不建議 你用這個版本 你不如就免費版 OK 因為他都有這個Webly廣告 討厭 你要免費用一下東西 人家當然要打廣告 對不對 好我是劉奶爸 我們如果你對這個Webly 有你想要把它當成 你的公司的行銷網站的話 歡迎你加入我們 懶人包的學員 好不好 你去外面請他做個網站 五萬八萬的 你加入懶人包學員 還不用那麼貴 而且你還可以之後 自己去修改任何網站的設定 多棒啊 好 我們講到這邊 下次再見 拜拜